欢迎来到史学藏金阁 最近我很痛苦 即便我每天都在拼命地花钱 没日没夜地挥霍 绞尽脑汁地琢磨怎么去败家 但是我的钱呢 他们就像有繁殖能力一样 越花越多越花越多越花越多 他们把我整个人都给抽空了 只给我留下了一副英俊的皮囊 这段经典台词 来自电影《西红柿首富》 沈腾扮演的王多宇 而在中国历史上 还真有一个富甲天下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商人 根据史记《霍执列传》的记载 他在十九年之中 三散三聚 三智千金 成为文明小尔的大富豪 他就是荣登史记财富榜榜首的 道商始祖 商胜范尼 上一期我们说到 在政治和军事上干得风生水起 已然是未及人臣的范尼 选择了功臣身退 辞去越国上将军之职 携手红颜之己西施 范周五湖 隐姓埋名的范尼 没有借助任何之前积累的政治影响力和人脉 完全以普通人的身份 转行做起了卖盐和捕鱼之类的小生意 所谓隔行如隔山 跨界如此之大 范尼到底靠的是什么样的底层逻辑 和发家致富的秘籍 才做到在不同领域切换自如 乃至叱咤商场 富甲天下的呢 这首先得益于他浑厚的商业理论储备 早年的范尼 博览群书 学识渊博 有师从老子的门身 大谋略家济然 认真学习和研究济然七策 对于济然七策的精髓 范尼难熟于胸 他只用了其中的五策 便成功地帮助勾建 完成复仇 灭掉吴国 还剩下两策 正好拿来经营商业 发家致富 关于济然七策的详细内容 我们将在后面的视频中 做专门的介绍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订阅和关注 其次 范尼人生阅历广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超强的动手能力和执行能力 他曾和文仲一起 制定破五九数 破五九数 是范尼和文仲一起 精心布局消灭吴国的九种计谋 属于密不外传的葵花宝典 根据月绝书的记载 破五九数 内容丰富 涵盖了战争 政治 经济 方方面面 范尼是这些政治经济战略的 直接执行者 好用不好用 怎样用 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毕竟自己精心不过局 练过手 这个破五九数 只用了三数 便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灭了敌国 将月王勾建 送上了春秋霸主的末班车 既以施于国 无于用之家 在国家大事中 既然已经取得成效 现在正好拿来发家致富 捡个现成 用不着再去掰书本 第三 范尼 善于观察 知人善任 重视商业信誉 薄利多销 诚信经营 与实足而不择于人 重视商品的质量 物玩物 无稀碧 尊重商业运营的规律 乐善好施 周济相礼 和贫苦百姓 可以说是诚信 成就了巨骨 那么下海经商的范尼 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自己的人脉 和政治影响力 反而隐线埋名 给自己起了个 鲜为人知的名字 吃乙子皮 刻意引去 越国上将军的光环呢 在范尼看来 越国的上大夫 上将军 声名远播 这样的名头 实在是太大了 给自己起了个 吃乙子皮的新名字 好像换了件新马甲 从最基层的商人做起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个新名字 也很一般 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 过多关注 既可以保护自己 又能够确保家人的生命安全 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谁知道在什么地方 得罪过哪些 不该得罪的小人呢 此其一也 其二 吃乙者 隔狼也 或约生牛皮也 多用来陈酒 海腊百川 有容来大 范尼以吃乙子皮为名 意为自己 像大海 容纳百川那样 能够容纳 世间的一切食物 好的 坏的 美的 丑的 其三 自己的那个楚国老乡 吴子虚 真正的耿介之势 自己实施美人计 离间他和吴王夫差之间的军臣关系 最后导致他惨遭夫差杀害 装在皮袋子里 抛尸江中 范尼心存愧疚 以吃乙子皮为名 也有点纪念和追思 吴子虚的意思 远离越国政坛的范尼 乘船出海 舟车劳顿 辗转来到齐国 在滨海地区 购置田产 节庐而居 其地广人稀 自然资源丰富 多余言之力 大家都知道 齐国的第一任国军江上 就是那个辅助周五王灭咒 大名鼎鼎的江子牙 充分发挥齐国的资源优势 以工商立国 通余言之力 而人物浮测 形成浓厚的商业气氛 史记《霍职列传》记载 齐带伤害 高壤千里 遗桑麻 人民多文采 不活余言 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 范里商业嗅觉灵敏 他亲自带领家人 门徒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开荒种地 养残之步 捕鱼煮盐 兼营商业 贩卖鱼盐妻丝 很快就积攒了万贯家产 昭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在那个年代 官本为盛行 有多少人投机专营 想方设法去追逐高绝后路 而范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辞去高官不作 撸起袖子 春根下云 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完全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业村夫 白手起家的范里 凭借自己的经营管理才人 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每几年 家字便富可敌国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富商 闲暇之余 范里便和西施一起 漫步沙滩 看看海鸥 吹吹海风 享受享受免费的日光雨 也和咸云乐哉悠哉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赚钱或发财致富 是商业的终极目标 古往今来 商人追求的是 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为了这个最大化的商业利润 有多少不良商贩 不惜以次充好 轰抬物价 甚至违背商业道德 把持市场 损人也利己 相反 范里呢 却始终恪守商业道德 坚持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乐善好施 造福乡子 福威济贫 特别是遇到了灾荒年景 就减免地租 政绩灾民 太史公称其为 富而好行其得的典范 范里高尚的人格 杰出的经营和管理才能 很受当地人民的拥护和喜爱 商人们乐意同他打交道 做生意 普通的百姓 贫穷的拥工 都很愿意到范家延厂 渔厂打工 人的名 树的尹 范里讲究诚信经营 良好的商业信誉 使他很快赢得了一大批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他的新朋友圈 也在一天天地扩大 范里的名声越来越大 齐王听说吃一次皮 很有能力 品行出众 立刻派人 把他请进齐国都城林兹 败为相国主持政务 当时的齐国全臣田臣子当政 国君齐平公只不过是一个摆设 成了田臣子手里的提现木偶 范里对官场上的万象百态 再清楚不过了 齐国的相应 自己实在提不起兴趣 也不愿意在掺和政坛上的 是是非非 在他看来居家则置千金 居官则置倾向 此不一之吉也 久受尊名不祥 风物常宜放眼凉 为人处事 站得高方能看得远 绝不能只顾眼前的银头小利 范里有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不贪 政治上不贪图权势 地位功名利禄 经济上不贪力 不贪贵富 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 范里再次急流勇退 把相应归还给齐王 将自己的家产裸捐出来 分给亲朋好友 乃至乡里的贫穷人家 挥一挥手 与家人卢扑一道 什么也不带走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滨海地区 到别处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离开滨海 范里一身不一 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了陶裔 再次白手起家 开始新的创业 他把过去治国治军的经验积累 全部用于商业经营和运作之上 范里之所以选择陶 而不是林姿 洛阳或邯郸 看重的是陶裔天下之中的 区位优势 陶曾是曹国的都城 从地理位置上看 东林齐鲁 西街秦镇 北通燕镜 南年楚越 是最佳的商业交易场所 范里来到陶裔 又立刻更名换姓 给自己换了件新马甲 陶诸公 根据史料记载 范里赴约要父子更续 废居后时转悟逐十一之力 居无和则置自累居万 成为当地的首富 自古烟波 新风浪 一身不一白手起 范里根据季节 气候 民情 风俗等 人弃我取 人取我语 十九年之中 三至千金 在太史宫富豪榜上 范里独占凹头 这还真正印了那句老话 千金散尽 还富来 范里绝对不是 守财卢那样的人 也没有把万贯家产 作为遗产 留给子孙 任其浪费挥霍 而是富豪贫其得 多次捐钱赠物 救济贫困的百姓 和乡民 范里前半身从政 将一个兵于亡国的岳王勾建 扶上霸主的宝座 被尊为上将军 而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他又时时隐退 泛舟江湖 免遭杀身之祸 后半身从事商业运作 三至千金 富甲天下 登上太史宫财富榜的榜首 不管是从政 还是下海经商 都能够干得风生水起 他又乐善好施 散尽家财 福威祭品 造福相子 人生的大智慧 在他的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司马迁称赞范里 范里三喜 沉迷于天下 伤胜范里 与十足而不择于人 追求的是天道 地道 人道的和谐和统一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 八十八岁高龄 无疾而终 堪称真正的人生名家 范里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对其他的 历史相关的人物和话题感兴趣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专门做视频 为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